六十至六十四歲新受惠的人士 必須申請和持有特別為議員優惠計劃而設的 印有申請人的個人相片 中英文姓名 我們叫它作落郵卡的個人八大通卡 才可以享用這個議員乘車優惠 每一個合資的人只可以持有一張落郵卡 亦需要享用這個議員優惠的時候 向公共交通營運商的職員出示這個落郵卡 作為一個資格的證明 亦都要說清楚了 六十五歲或者以上 現在已經可以享用這個議員優惠計劃的人士 仍可以繼續用不敬名的長者八大通卡 或者個人八大通卡去享用這個議員優惠 政府會在2022年就是明年的第一季 再公佈這些受惠人士他們申請落郵卡的安排 現在持有效的殘疾人士身份的個人八大通卡的朋友 他可以繼續享用這個議員優惠 是無需申請這個外郵卡的 外郵卡申請的日期 因為受惠人士大約有六十萬個 所以需要分階段進行有關申請 大家記住大家出身的年份 就是在一個指定的日期作出申請 而這個分階段開始的日子就是8月2日 或許多喜倫人士 或許多喜倫人士